今天去了搖搖酸菜魚 叫了一個餐 搖搖酸菜魚拼用北京烤鴨 它會有一個烤鴨 一個酸菜魚 一個鴨架 一個麵皮 價錢148元 不過就因為差不多 比較少人 他說烤鴨要半小時再烤給我們 所以現在就看看 這個鴨架很多人都說很鹹 我覺得它蠻辣 鹹得我反而可以接受到 這裡也有肉吃 這個也不錯 送冰酒很好 這個是半份的油條 都蠻大的 我記得是9.9 幫我調一下它 它來得很快 我想多少分 現在多少點 現在多少點 哇 零七分 15分鐘已經到 很快 這個是細份 細份都夠容易人吃 看看 有酸菜 還有這個是正常 可以是正常 但是同不辣 這個就 但是試一下它的湯好不好 先試一下 因為之前吃過銅鑼灣正常 但是我覺得泰爾會比較好吃 泰爾一盞 它酸的泰爾 但是它的辣度 我覺得還不錯 但是它的酸度是高 比泰爾多 我覺得 就是這個魚 正常都蠻滑的 我們另外點的 16元 這個 酸辣土豆絲 來了 很快 15分鐘 東西來了 現在就是等一隻烤鴨 看看那隻烤鴨 半隻是幾時 幾時會到 很期待這個烤鴨 我覺得 這間 如果這間不是 我會選擇 大魚 最後應該也會 剛才叫了半份的油條 我就是想嘗試浸一下 浸一下 浸一下湯 看會不會好吃 再試一下 它反而不太脆 我以為它更脆 麵包感 我覺得 浸一下酸菜魚湯 挺好吃的 這個油 不錯 這個我覺得 油身了少少 但是 切得也不錯 油身少少 辣 我也覺得它有少少 挺辣的 但是那個 薯仔味很重 我覺得這個也不錯 這個16元 也挺大 我覺得不錯 它應該正在切 那些 田鴨 北京韜鴨 現在吃了 期待 我剛剛一瞬間看到 我剛剛一瞬間看到 去到很重 現在在切 這個就是叫148個餐 吃完 差不多了 酸菜魚 它真的半個小時就到了 我想說它這個 真的搭八 真的30分鐘很快 還要切 給你了 它有 這個是 這個叫什麼 這個叫做 山楂條 它的皮有少許炒 有山楂條 又有蒜 和青瓜絲 還有手套 很方便 要吃 一口 一口 這一口 它還沒吃 一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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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它一口 醬汁不知道會不會很鹹 你嘗嘗看好不好吃 我看它的皮都可以薄 它切得多很正常 你覺得這個如何? 好吃嗎? 你覺得它是好吃? 如果只買84元 快點吃完 這個真的蠻好吃 肉的味道不錯 蔥和青瓜的味道很濃郁 這個如果只買84元 如果只買餐就有400元 這個有小份酸菜魚 我覺得二人都夠 再加多點食物 我們就買這個搖搖酸菜魚 平北京鹽一套 一套 如果只買也是84元 如果只買一套84元 如果只買一套多少錢? 一套600元 只買一套84元 然後再加一套酸菜魚 再加一套 我覺得這個餐 還不知道 我剛剛來 我們是第三台 三台人都有吃這個餐 因為它這個皮很脆 而且肉很嫩 所以我覺得84元 是值得吃錯 我覺得在香港應該都要 二百多元 應該就不掉 這些質素 但如果下次再來搖搖 我就應該未必吃它的酸菜魚 可能只點它的酵鴨 再加其他菜 不過它款式不算多 但我可能會永遠點點燒炒肉 豆腐等等 都未必會點那個酸菜魚 因為我覺得酸菜魚 太爾會比它好吃 我會寧願分開這麼點 剛才在隔壁連堂口外 每個港人都會買的燒肉 終於我都買了 因為已經是八點鐘的關卡 還有特價 三十元兩盒 我們最後自己這裡吃了半盒仔 然後這裡只剩下一盒 然後回香港吃 是真的挺脆 而且肉不是很鹹的 真的不錯 還有時間再繞這個商場 然後看到這個順德雙皮奶 因為另外對面那間照存 在東門也會有 但這間好像少點 所以買 但我沒有想過19元 是這麼小的 一會兒拿回家去看看味道如何 原來這裡又有俄羅斯 但竟然這個人非常好 香港入境可以帶走麥克風 我們想了很久的東西 原來是可以帶走 如果是這樣 我們可以去看一看 看看 這裡也是小小間 但每樣有些 依然都是那類型的東西 其實都 最後 因為現在九點三四了 最後的買東西 因為十點鐘連行三關 看看這次有沒有東西賣 買一支酒開心一下 嘩 這些 去到這麼極端 這是什麼 來的 有沒有一些漂亮一點的 那些酒 很醜 嘩 它這個牛肉火腿竟然是 室溫的 看看有沒有東西對 然後就過關回去了 我們當初是打算去大梅沙 還有免費巴士 但原來是要去星期六日或公眾戒期才有 所以這次我們的旅程 就是沒有去到大梅沙的百號倉 那口岸商業的食物當然是多 但沒有想過這個叫做九號烘焙的蛋糕會是挺好吃的 是夠軟熟 還有不太甜 那燒尾我們當然是叫燒肉 那我們淋酒才買 所以就好像剛才說 可以有三十元 有兩盒這麼多 而且皮還是有點脆口 我也覺得是真的不錯 還有買了少許富貴粥 還有買了青瓜 所以這次這張照片就是我們的戰利品 整體來說 我覺得連堂口岸 因為我們只不去其他地方 就是在連堂口岸再打骨 我們燒骨就一百分鐘一九八 就再加上吃飯 其實就四五個小時就可以攪拌所有東西 那希望大家喜歡這段片 拜拜